你见过这样的道工吗 用小刀沿着蟹腿刮一刀 整条蟹腿肉直接拔下来 这是日本一个最顶级的星级料理大师 在当地非常的出名 据说年轻的时候 是日本天皇的御用大厨 如今已经退居幕后已久 想要吃上他做的美食 至少要提前三个月预约 除了昂贵的预约费外 这菜品也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吃上的 这不有个土豪仰慕大师已久 于是花巨子预约了这个大厨到自己的家里 给他制作顶级的料理室 果然这世上没有钱办不到的事 这个季节正是螃蟹的收获季节 今天就让大厨来做一道皇家松子蟹 想要吃的高级 这个制作过程自然也是非常高级的 我们来看看大厨是如何制作 让土豪满意的 煮熟后的螃蟹被大厨快速地截贴 然后大厨拿出一个纯银制作的蟹壳 将蟹膏挖出来 倒到这个银蟹壳中 螃蟹的每个部位都被清楚地分离开了 土豪吃东西讲究的就是一个方便 所以这个螃蟹的肉都需要帮土豪挖出来 大厨这刀工的功底非常的扎实 螃蟹肉被挖得一定不剩 一只螃蟹全身都是宝 将蟹肉铺满这个蟹壳后 大厨就开始处理蟹腿里面的肉 大厨用小刀沿着蟹腿中间划一刀 然后用筷子将蟹腿里的肉挖出来 煮熟后的蟹腿肉看起来就非常的鲜嫩 一看就知道非常的好吃 大厨把蟹腿摆成了一排 在筷子的帮助下 将蟹腿放在蟹肉的上面 用筷子把边缘的蟹腿塞到蟹壳中 最后再用一块蟹膏把多余的部分遮住 当然一道完美的食物 也是需要与之相配的摆盘 大厨在盘子上面守会了一只螃蟹 然后将做好的螃蟹放在盘子上 这样一道皇家级松子蟹才算完成 这样的一道螃蟹大餐真是非常高档的感觉 当然日本人除了熟食外 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刺身物 大厨处理帝王蟹腿肉也是行云流水 这样的刀工不得不让人探索 小刀沿着蟹腿划一刀 整条蟹腿肉就直接被拔了出来 这样的一盘帝王蟹腿刺身 感觉这蟹腿就非常滑嫩 在蟹腿肉上面撒一点烟巴 然后再加一点柠檬汁 直接搜划这样的一天蟹腿肉 那感觉真的不要太瘦 大师把螃蟹壳保留下来 放进锅里用水烧开 随后放进一块海带 这汤自然是最精华的 果然是一切多吃 一点都不浪费 当然煮熟后的蟹壳 还是不建议扔掉 直接放在烤架上烤到干吧 再次倒入蟹壳汤 据说可以当茶贺 果然是大师 不仅能把螃蟹料理得如此高贵 还将它做成了艺术品 难怪土豪不稀花两万块 也要将它请到家里 这样的烹饪 已经是一场艺术表演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看完的小伙伴记得帮忙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